本土 民主 反共 土挪政治 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6 My Radio節目月費專享優惠又來了 在1月7日至1月24日期間 余繳2月份月費最多的8位網友 將會免費獲腰出席1月29日 My Radio普羅政治學院團年份 想和毓民、台獎及一眾My Radio節目主持一起團年的話 就要把握機會了 歡迎大家收聽這個堅離地道的第二集 有我爆石啦 有糖水和尼地阿Sam 在我們當中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第一集的收聽率 真的很高興 很值得鼓舞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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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開心嗎 這個王毓民建長 創始人 但是你敢說 因為這個數字很低 要在網絡來說 是嗎 喂 但是對我們來說 已經是非常鼓舞的了 所以要大家多支持 但是回應先 因為有聽眾提醒我們 我們說錯話 因為我們說 黃毓民先生 他在區選中 說有本土就投本土 沒有本土就投土共 但是網友提醒我們 這句話 不是黃毓民先生說的 而是陳雲說的 黃毓民先生說的 黃毓民先生說的 有本土就投本土 沒有本土就投百票 所以我們要向聽眾 和黃毓民先生 道歉 還有提醒我們 我們要資料搜集做得好些 還有我們要清楚自己說些什麼 謝謝大家 繼續支持我們 繼續聽我們 今天1月16號 其實就是台灣大選 但是蔡英文贏 我覺得沒什麼出奇 但是這陣子 譬如今早我起床 Facebook被人洗版 已經不是一百毛 已經被周子瑜了 唐水 沒錯 Hashtag Stand By You Stand By 然後 Why You 這個hashtag 我很記得去年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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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hashtag 就叫做 I will ride with you Ride with you 這個hashtag 背景就是 種族的問題 有一個戴著頭巾的女士 上火車 她覺得很尷尬 她怕別人不喜歡她戴頭巾 所以她脫頭巾 但是有個女士 就在巴士上說 你不用脫頭巾 我會和你一起坐 就牽起了一個hashtag 叫做 I will ride with you 但是這個 Stand by You Stand by You 是甚麼意思呢 唐水 事源台灣國民美少女 周子瑜 加入了一個kpop的女子組合 她就在一個 我叫我水智英的電視節目裡面 就show了她 中華民國的家 還有說了她是來自台灣的 然後就受到很多中國網民的攻擊 還有受到一個叫王安 王安就指出一個 就說她是一個台獨分子 終於導致一個端倫公司 她的經理人公司 就將她的 在網頁上 就改了去 說她會由台灣來 改了她成為 變成了中國台灣來的 還要簡體字 還要簡體字嗎 並且在今早 就拍了一部影片 周子瑜小姐 就向公開道歉 她就說到 這個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和她傷害了兩岸人的感情 和她自己是很 作為一個中國人 和作為一個中國人 感到很驕傲 大家有沒有看這段影片 這段影片 好像拍到 ISIS 臨槍斃的人 或者臨鞋頭之前的人 在自白的那些片段 根本一看就知道 一看就知道 整個樣子被迫 好像有人拿槍指著他們說 還要拿稿 完全是不自願的 其實大家熟悉韓國中禮 因為我老婆是一個韓國中禮粉絲 所以她有很多資料 告訴我 原來這件事已經醞釀了很一段時間 其實周子瑜一直都說自己是台灣人 至於是因為這條黃安 就去舉報她 然後有很多大陸網民 就說要抵制她 要杯葛她 其實就慢慢炒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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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到很熱 其實大陸吸引了很多韓國明星去大陸發展 因為真的在大陸去錄一個節目 的收入就好像等於在韓國拍攝一整年 其實那個收益是很大 其實這次至少是你看到經理人公司 又之前的支持周子瑜 到最後這個經理人公司跪下 改她出生地方 還有要逼她公開道歉 這件事 你都看到其實到最後都是商業的動機 以及錢作怪 她不跪下 她真的會被大陸的電視台去封殺 或者她不會再被JYP旗下的藝人去大陸發展 所以到這件事 其實我想都是一個商業的問題 你覺得嗎?唐水 站在她們的角度當然是 但是我想說 我今天睡醒之前 我是不知道誰叫周子瑜 我從來都是不看KPOP 沒有跟開韓國的流行文化 我覺得周子瑜的確是一個美少女 首先 還有我不會覺得這件事是一件小事 因為你一個人的國民身份是重要的 甚至乎是人權的一部分 是每一個人有權有自己的國家 加上她是一個未成年的少女 即是說你是去強迫一個未成年的少女 去剝奪她自己的身份 我不覺得這是一件小事 其實是很蠢的 因為大陸被這件事發酵也好 或者是大陸網民推到這件事 這麼上綱上線也好 即是你今天是台灣大選 其實大家雖然都知道 蔡英文贏眼 但是你講到這些這麼敏感的問題 例如說國家主權問題的時候 你去這麼高調去打壓一個小孩 而講一些主權問題的時候 其實你是借勢是幫助蔡英文做勢 將她的票再推高一點 其實你看看現在 蔡英文已經說當選了總統 票數已經比上一屆超出幾倍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以說是關公災難 公關災難 是的 但是這個 hashtag叫關公災難 Sam你很安靜 你不知道誰是周志源嗎 不是 我知道 就是剛剛有資料搜集有看到 但是我覺得 就是 我不知道有什麼評論 都在賺錢吃東西 就是她一個16歲的年輕人 因為她要賺錢吃 但是 就是 唉 共產黨做這些事情都不是第一次的 但是我其實已經去到 怎麼說 很強步的感覺 你不覺得這樣 不是 整件事變得很滑契 就是你做出來又醜 好像搞到ISIS那樣 然後你說那個又言不由衷 很明顯是為了賺錢 貴地威豬啦 沒辦法啦 為了錢 那你聽的那些 我們看到那些 又不會當真的啦 哪有人會當真的 是不是 就是變成整件事 大家都知道是假的 但是都會照樣去做 就是為了 滿足一些有權力的人的欲望 或者叫他們想見到的東西 就是這樣 剛才唐水你去談到周子瑜的讀稿 我聽完那份稿 我覺得好像馬英九之前在習馬會那裡說的 這個絕對是啦 其實我們舊節目當時說過 我是不是很氣憤呢 當時是這個世紀 世紀一握 但是其實我沒有說清楚 其實為何是這麼氣憤的 當時 因為當時 不知道握了幾分鐘 世紀一握 然後就是 有很多人說法 那種說法就是 一個替造和平的一握 那個會面是 那我想問一下 現在事過境遷 過了兩個月 有沒有和平呢 現在整個台海的意識形態爭拗 是和平了 比之前更多和平 還是多了 還是沒有變呢 如果是沒有變 或者是多了的話 那其實你那一刻是廢的 那為什麼這麼生氣呢 其實很簡單 我粉絲現在不是因為你去和另一個國家有外交 而是因為你重提到九二共識 那是一件三十年前的事 這是一個完全空洞的一個題目 一個完全脫離現實的題目 一個完全每一個台灣人心裏都不相信的東西 就是說台灣中華民國是 就是這個一中國表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每一個台灣人 現在都覺得台灣是他自己的國家 一個年輕人他走出來 很自然就會說自己是台灣來的 那你這件事 三十年前說過 沒人再說了 那些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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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了底呢 然後呢 沉澱了 上面的水清了 你這裏 你這裏子棍去撩了 撩了出來 那你做這件事 對你的國家有什麼益處呢 這是完全對國家沒有益處的事 你見不見 這個世界有這麼多東西說 你不是說 你說什麼都可以的 如果你要見的時候 你不一定要說那樣東西 你不是說一下 什麼華夏文化 什麼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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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經濟又不行 那我覺得又不可以的 文化又不行 譬如說 譬如說你中台兩地你要去 譬如說這個首次會面 但是很多人都說其實不是首次會面 但是兩個黨的最高領導人去首次會面 不是 國家元首身份會面 對 國家元首身份會面 你一定要說這些話 你不可以逃避這個問題 是不是 始終然是空洞 但是 其實大家就是在這個空洞的話題上面 表示我們是希望堅持有好的關係 而 你不可以說堅持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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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完全不需要 或者如果你真的要 要這樣才會見 你就不要見 就是這樣 如果你要維持現狀 你就什麼都不要做 這個是正常人都會這樣想的 你看回這次這件事 就是說 你在會出錯的地方 他就出錯了 就是一個台灣的普通年青人 他很自然地表達出來說 我是由台灣來的 然後拿一支中華民國國旗出來 而不是在大陸這樣做 然後 就有些人說 不是啊 台灣 是 中國的一部分 就是 或者是 這個世界 只有一個中國 而最諷刺的是 這件事就是馬英九講 如果他就是 馬英九講的那件事 那怎麼辦 那大家是 但是這件事是 大家 就是每一個人 看到這段片 大家都覺得 根本就是 有一幫人 在欺凌著一個未成年的少女 在剝奪著她 她的身份 要強迫她剝奪自己的身份 這個身份 不是說 不是說 就是我自己覺得 當然 其實你看回輿論 沒有人會怪一個 十六歲的女生 但是你要記住她 當她說 她是 由台灣來 或者由中國來 就是 不是說 一樣空洞的東西 等於你說 你是 一個 或者是 香港人也好 這件事就是 代表了你 你的教育 你的家庭 你的成長 就是 根本就是 你的人 你的人的一部份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而 他只不過是 但是 現在人家迫你 這樣做 因為你自己 中華民國的總統 都是這樣說 所以 這麼生氣的原因 就是這樣 所以 為什麼 你這件事 是完全脫離現實 你不應該這樣做的 原因 現在 就是這件事 你也看到 從今次的選舉 你也看到 那個大零 其實都 六營贏到開巷 你也知道 當中 這個話題 也是一個 很大的原因 就是 他們 捨棄藍營 就是 他的錄營 就是 由往年的 四十幾 四十幾 到今年的 四十幾 到今屆 五十六 五十六 其實那個 很大 你看到 有一群新的年輕人 進來 去做 做選民 以及 將他的票 投給民進黨 你看到 由周子瑜 這個年紀 這個年紀 這個年紀以上的 那群年輕人 其實 他們那個台灣人 那個 那個 做為台灣人的 身份 那個意識 就是 是強烈 而是 不停地 掌握國民黨 其實 國民黨 這次 可能是 得不到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立位 都去不到 現在 還未知道 現在還未知道 我覺得 馬英九 他過去 和習近平 握手 和重提九二共識 這個 在國民黨的 立場來說 是沒有厚非的 如果他不說 他會說哪些 只不過 這件事 突出了 國民黨 那個 怎樣說 那個死結 那個尷尬的地方 就是 他沒有可能 拋棄 他原本的 身份 的 identity 但是 很明顯 台灣的新一代 其實對 國民黨 或者對 這個 國民黨的 大中華的 知識形態 其實已經很厭惡 我們在香港也看到 你看一對 傳統泛民的 或者一些 大中華派的人 的一些 滅士 其實是越來越建立 本土意識 越來越抬頭 很相似的 兩件事 但是 國民黨 我老實說 你猜他不知道 他這次大領朗 其實都知道自己 一定 所以他為何才會 走這一步 就是 希望 在 移交政權之前 再重新 這件事 這個 在他的立場 他 唯有這樣做 如果不是 他不是這樣做 他可以怎樣做 但是 如果在全台灣的立場 來看 當然 其實 國民黨 這個八年老店 如果 他再不解決一個 很根本的問題 他就永遠無法回身 就是 究竟 中國是民黨的 台灣是民進黨的 但是 現在 中國的大陸 不是在你手上 是不是 你怎樣拆解這件事 你怎樣都要 你跟民進黨 一定 吃著你的 民進黨 怎會不吃著你 民黨一定要有一個 花天複地的改革 可以 在意識形態上 他要革新 這個是 民主進程的一部份 但是我覺得 這件事引申出來的 就是說 共產黨 以經濟力量去 去改變意識形態 這個策略 其實 基本上 我們越來越看到 是很失敗的 因為你看看香港 可能 香港 就完全受到共產黨控制 但是你看看 現在 那個反共的意識 究竟是 日漸高漲了 還是日漸少了 你永遠 有一堆人說 我為了賺錢 沒辦法 但是我們相反地 就是說 因為你這一種 我們為什麼叫做 鎖鎖鎖鎖鎖 就是說 通過利益輸送 去達到一些政治目的 的一些手段 但是換取回來的 就是令到社會 更加不公平 在香港來說 反而令到大部份的人 對這種嚴重影響 他們的生活模式 令到社會更加不公平 令到他們上進社會 流動性減少的時候 對共產黨的怨恆 是加深了 反而令到本都會適合 台灣可能有些少不同 台灣始終是一個主權的國家 一個政治實體 但是他都會感受到的事情就是 說我沒有理由要賺你那些錢 搞到我自己生活的地方都沒有了 那很明顯是不成功的 所以我相信共產黨 他不會改變他這個政策 這個國策 但是你看看接下來的一帶一路 一定是混蛋 如果這樣搞下去 一定是混蛋 說說國民黨 其實他這次也是 可以說受到選民的懲罰 他必須要變成一個台灣本土的政黨 才可以繼續生存下去 這次 台灣選民很明顯是看到他在出賣台灣 而他那種大中華意識形態 是非常明顯的 你想想馬英九這次也是少少 連戰去看軍演 其實這班人根本就是想反攻大陸 坦白地說 是完全用台灣脫節 他將來要繼續台灣生存 但是 其實我想兜一句 其實國民黨不是說完全對台灣沒有貢獻 他最大的貢獻就是 就是頂住了共產黨 就是這件事 我想要再看下去 將來台灣的發展 我也是樂觀的 不如有一個新的環節 阿Sam你有些事情想說 關於公平 剛才你說到香港的不公平 有些關於公平的事情想帶出來 因為新的節目 我就跟監製說 不如拿上環節來做一下 讓我講一下 因為我自己覺得 其實很多時候 現在香港很多爭鬧 其實我會聽到很多名詞 很多詞彙 但是很多時候 講的人 或者聽人 其實都不知道為什麼 純粹說出來 好聽 說很威 但是這件事衍生出的問題 就很容易 你會被人蒙騙了 當那些人 是這麼說一些詞彙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UK好像覺得很好道理 但是其實 其實裡面在說什麼呢 我就 跟監製說 不如給我一個節目 給我15分鐘 我每一次就講一些很實際 也都很基本的理論基礎 大家聽完之後 可以立即活泡活用 那 那 我先講一下 其實 有一些概念我想釐清一下 就是 當然我叫尼地阿森 當然 當然 意識形態比較利地一點 但是其實 很多人 或者很多聽眾會覺得 有很多理論 很多這些東西 那 很多人會覺得 理論其實 往往就是 站在這個實踐的對立面 那所以 如果你一個人 去研究一些理論 或者你去學習一些理論的時候 其實是不像實際 那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邏輯 因為 沒錯 一些我們叫彈塘學的 就是活體象牙塔 裡面的 他一輩子都是 只讀書 那 他從來沒有實踐過 那 當然 有這樣的可能性 就是 他講的無敵 但是做就無力 但是反過來說 一個實踐得很好的人 他有沒有可能是 完全沒有理論基礎 就是他懂得做 也不懂得說 那 那 有沒有可能呢 有 我都認識很多人 就是 可能 尤其是工科 技術性的東西 他會懂得做出來 例如 做車 或者做傢俬 你問他 他講不到給你聽 但是他懂得做出來 或者IT 但是 其實大家 可能 搞亂了一件事 其實很多時候 他的表達能力 不是那麼強 所以 他不能夠 他會把那套邏輯 或者理論 很全面 或者具體 地表達出來 但是 不代表他沒有理論基礎 我 例如 你拿一輛車去修 可能發覺 附近有點吵 那 我拿一輛車去修 那 你有沒有可能幫你 證車的大計師 會不明白 那個引擎的運作 沒有可能 因為你不明白 引擎的運作 譬如 你不明白 打火時間 是怎樣的 你不明白 什麼火錐 或者Piston 是怎樣移動的 這樣沒有可能幫你 但你叫他解釋給你聽 他可能不懂得怎樣 解釋給你聽 所以 其實 往往 我們去學習前人的一些理論 或者什麼思想 其實就是 其實做些什麼呢 其實就是 讓你走一條捷徑 即是說 那個人 可能用了大半輩的人 去想這件事 想了一套東西出來 那 就是 到你校園去讀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用他那麼多時間 去做不同的事情 譬如 你去學整車 可能你要學整副計 你學十年 以前做學師做學徒 你要跟師傅十年 但你現在 都去MIT 或者你去任何一間理工學院去學 可能一年半輩 你已經可以把整副計的基本運作 遙如指掌 所以 其實學習這些理論 往往就是一個 捷徑 那 這個 長話短說 現在 講一下 今天的 topic 其實是公平 那為什麼我會講公平呢 就是近來 全民退步機制裡面 很多人都會講這個concept 那為什麼才是公平呢 我今天講這個公平的topic 講完之後 你們就聽眾聽完之後 立刻可以運用到 在由這個退步機制 政府拋出來的方案裡面 就可以看到 其實公平有幾多 有不同的層次 和有不同的範疇 那我首先講第一個層面 就是公平 很簡單 香港政府派錢 每人派六千元 那很公平 我想不會有人challenge 那也不公平 每人派六千元 那大家聽下去 那一刻可能覺得 真的挺公平 但大家想一想 想一層 就是 李嘉誠拿六千元 我也是拿六千元 李嘉誠拿那六千元 就是當作賣子洗 是不是 我要那六千元 可能我是 就是要來交學費 是不是 爸爸要做手術 等等 可能媽媽又要 就是家裡等著開飯 那六千元 對我來說很重要 那是不是應該 將給李嘉誠那六千元 給我才是公平呢 因為如果我沒有多六千元 可能我會餓死的 是不是 是不是看著那個人 餓死 你都不給他 而走去把那六千元 給一個有錢 都肥都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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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這樣叫公平呢 是吧 這樣到這個位 大家想一下 這個層次的公平 和第一個層次的公平 其實這兩樣東西 我就覺得政府這次 拋出來這個全民 退保機制的諮詢框架 其實就做得很好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兩個方案 就是其實是這兩個層次的公平的一種體驗 那他說一個叫不論貧富 其實就說 你不管你是什麼人 我都會給同樣的退休保獎給你 而他說按有經濟需要 其實就是講第二個層次的公平 那講到這裡 這些是理論性的東西 那大家會覺得 哇 那 那 政府兩個方案都 其實有遇到兩個層次 那其實已經 OK 那 那 又要再講再推一步 就說 OK 你第二個層次是說 按需分配 其實說到最後就是四個字 就叫按需分配 按照你的需要 而去分配社會的資源 那我要問一個問題 就說 是 可能 哦 可能 阿爆石 說大哥 可能是公務員 高薪厚職的 是不是 那他又有勤力 一個星期做六天半的 那他當然不需要 那我 都沒有正業 每天 躺在家裡大吃冷 起床眼淨 懂得 有空吸毒 是不是 有錢叫雞 不會去讀書的 那我當然有需要 是不是 那 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變成了 可能阿爆石 那麽努力做事的人 就 會濕透過我 是不是 就好像 最基本的 我們在澳洲見到 很多人都說 澳洲的福利制度 就太好了 其實是養懶人的 那你不用做 你坦白手把問政府拿錢 那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你都不能這樣做 就是 所以就問了 究竟這樣 是不是又是公平 是的 就是 何為公平呢 是不是 何為公平 如果這樣 那其實 這件事 如果說 justice 或者 其實 我們現在說的justice 主要是social justice 就是社會公義 其實 我自己很喜歡一個學者 或者叫理論家 也比較近代些 就是John Ross 那我就說到 何為公平 那 那 由於時間關係 所以我會集中說一些最重要的 那 John Ross 他去 看這個問題 他就提出基本上兩個重點 第一 就是 他第一個論點就是 Val of Ignorance 可能就叫做 無知之面紗 那 其實他另一個 term 就是 這是一個original position 就是原始起點 其實所說的是什麼 你說聽到這些話 好像說到 哇 你說到Sam 你敢來 真的完全聽不明白 其實很簡單 聖鬥士招式 我可以打個皮 其實很簡單 不要被人戴到 其實真的很簡單 我一說你就會明白 所謂的無知之面紗 其實可以怎樣表達出來 就是一個打皮 兩個人分蛋糕 那 用什麼方法 可以 確認到 這個分配蛋糕的行為 是公平的嗎 一人一半 很簡單 不是 如果一人一半的話 那你哪一半大 哪一半小 嗯 很簡單 就是說 切那個人 和選擇那個人 要是不同的人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就可以確認到 他切蛋糕的行為 一定會公平 即是不會一邊大一邊小 因為如果我是切 我是選擇 我當然是選擇 哪一邊大的給我自己 但是當你切那個人 和你選擇那個人 不是同一個人的時候 那就一定會是50-50 那麼 回到這裏就是 當一個政策制定的時候 或者我們設定一些法律的時候 例如好像全民退步機制的時候 你就是要 背後這個 無知之面紗 即是你不會知道 究竟你 會turn up 你是在哪裏 究竟你會是李嘉誠 你會是 你會是 可能是大學畢業的會計師 或者你會公務員 或者你是這樣一個 整整都是做孤雷 的退休人士 你是不知道的 只有在這樣的情況 在一個原始為止的時候 你所作的決定 你所設的一些法律 才是有機會公平的 才有機會公平的 才有機會公平的 可能大家聽到就說 哇 Sam 你說到怎樣的 到底是怎樣的 你有什麼看法呢 其實 很多時候你去 了解這些理論 這些理論框架的時候 不會說是非黑即白 不會是 噢 這件事就是這樣 這件事就是這樣 是不會的 很多時候只不過給你一些工具 有一個理論框架去進行分析 幫助你去達到一些結論的問題 例如好像今次這樣 你說全民退保機制 其實究竟怎樣的方案才是最完美的呢 因為我回答不到 因為很明顯 政府判數是很多水分的 OK 但我想跟大家說 當你明白了這些簡單 所謂的公平 是有不同的層次的時候 你就會明白到 往往不是只有A賺和B賺 是還有C賺 是不是 例如就說 你要想一下 其實 例如 例如怎麼會有C賺呢 就是說 可不可以在 打到退休年齡的時候 政府會給一個 可能四千元左右的 所有人都會有這個 的退休金 額外就視乎你的收入 或者資產 會有一個類進式的福利呢 是不是 類似這些情況 但是那個精神背後的principle 就是說 你一定要在這個 原始為止 做出發點去想 如果 我 這輩子 例如可能我 轉到 我的擇飾就是 出來 可能是 我是做了一輩子 你 我一輩子都沒有讀過 我一輩子都沒有 是不是 那你會不會說 好像有些人說得這麼無良 就是說 那為什麼你父母要我幫你養 你自己不養你父母呢 但是 如果你 可能你 沒有 沒有小孩呢 或者你的小孩 根本就幫不了你 是嗎 如果你 你轉到是一個這樣的人 你會不會說這些無良的說話 會不會 又或者反過來 可能你會覺得 我很有錢的 我是你家成這樣 那你當然不自在 那你回來 但是 可能 你好像 其實 現在有很多退休人士 他不是完全沒有錢 他說他有一層樓 但他有一層樓 但他有一層樓 可能他拿著一百粒 喂 那我六十五歲 我怎麼知道我會不會 這麼好命活到八十歲 那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 不可以 受到這個 退休保障的保護呢 大家不要忘記 香港你有層樓住 拿著一百粒 你可以多多久 是嗎 你說你六十歲 七十歲 可能你熬得很辛苦 你的身體有很多毛病 你需要看醫生 你需要有很多 醫療 但你又沒有了 賺錢工作的能力 那又怎樣 是嗎 大家一定要 不可以在自己現在的 處境去思考這些問題 一定要用這個方法去思考 才有機會 是比較接近所謂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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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到這裏 可能大家會覺得 你講漏了很多東西 是不是 或者說 What about 實用主義 即是說 你要社會的公平 什麼是公平 就是令到社會整體 最大的 最多的人有最大的快樂 是不是 這也是公平的層次 是不是 那為什麼你又不說 那或者你說 不是 我查過 我上網查過 John Ross 他說可以有不公平的 但只要這個不公平 是令到社會上最弱勢的社群 都只有一個一刻 這個不公平可以接受的 那 大哥 我只有15分鐘 我沒有可能每件事都說得這麼仔細 只不過我今天是把一些簡單的理論說給大家聽 而大家可以立即活學活用 可以立即聽 就立即可以用到出來 我覺得至少 好像你剛才這樣說 譬如說 你思考的時候 你不會只是在你自己的背景上去思考一下 這個不公平 如果我自己是有殘障 或者我自己是沒有工作能力的時候 我去看這個全民退休保障 就會完全不同於一個 譬如說 有賺錢工作能力的人這樣看 是嗎 所以大家其實 如果去想深一點 其實我只不過講了一條路給大家想 其實想深一點 你會發覺很多東西是站不住的 例如說 全民退休保障其實是一個隔代的剝削 就是把這一代的人的資源剝削了 去補貼上一代 那這些人其實 聽起來好像很不合聲 好吧 有學術理論 但是想真的其實很狠狠 為什麼 因為你爸爸養你是不是隔代 那你爸爸老了 你養他 那是不是隔代 是不是 即是不存在這件事情 大哥 你在香港 你九年免費教育 那是不是隔代剝削 將你爸爸高輩的人的錢 剝削貼在你身上 是不是 即是你想這件事情的時候 即當你會用 跟John Ross所說的一個原始位置去出發去想的時候 你不知道 因為你不知道你會去哪裏 你都發覺其實很多 很多 好像聽下去很合理的東西 根本就不合理的 即是那些人說 在立法會那條文戰營的朋友說 你爸爸媽媽為什麼要我養 你爸爸媽媽為什麼不是你自己養 那這件事情 即是不值得博 即大哥 那我問你了 那你為什麼去看公立醫院 你有病你不需要去看私家 對不對 為什麼你可以輪公屋 是不是 為什麼你有什麼事找三條狗 會有警察來 因為我們是一個社會裡面住 那我們當然是有權人也有義務 剛剛 那如果每個人都只顧自己的父母 那其實還需要有政府 是不是 但是還有一件事就是 很多人可能他沒有子女 或者子女根本沒有能力幫到他 或者很不幸運 他的子女可能有病 甚至他的子女需要人照顧 那這些人是不是不理他呢 你不要忘記 有可能是你 有可能是你 那這件事情其實 大家可以在留言板留言 其實可以再說多一點的 其實這個公平的層次 就是拿到我們現在經常說的 Ego opportunity 即是公平機會 這個就是拿到公平機會 但我今天不會在這裡說 因為一說這些事情 甚至我剛才說的 其實都已經接觸到一些其他的理論 譬如這個社會契約論 因為你不說這些的話 整套東西就不會通的 那你其實那個 其實Ego opportunity 其實是公平的一部分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再探索 可以另外再找一次來講 不過在這裡我希望 就把這三點介紹給大家 這樣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有些什麼可以在留言板跟我們說 好 那我們今集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下次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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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餐真的很滿足 很開心 對 很美味 不如我們買單吧 好 好 謝謝 師先生有什麼可以幫到你 我想問這餐多少錢 我們這裡是自轉費用來的 你覺得我們這餐值多少錢 就付多少錢 哇 這麼壞的東西 那不如我這餐全部加上給一元 好嗎 當然可以啦 先生 如果你覺得這餐值一元的話 就付一元 嗯 我還是不可以給一元 我改變主意 我覺得這餐值零元 不如給零元 當然不行 那不就不付錢 當然可以 如果你覺得這餐值零元 就付零元 但他說可以的 我現在又窮 又沒什麼錢 那我就付零元 喂 只是這個哥哥仔也不止零元 你想一下 人家每樣都要錢 燈油火辣又要錢 食物成本又要錢 事應又要錢 廚師又要錢 裝修又要錢 清潔都要錢 你這樣不就是人家做蝕管生意 那不行的 很快就倒閉 你以後沒有好吃的 那我不應該這麼自私 你又覺得挺有道理的 好啦 我決定付錢 我決定付十元 喂 十元你都付得出的 有沒有搞錯 哇 剛才跟你說完 你都沒有搞錯 這個是西餐來的 我們一於給你二百元 一人一百元 多謝 相信大家都有聽開 MyRadio的節目 其實除了我們一班主持之外 幕後還有很多不同的人 付出過努力 而這一點一定的努力 雖然大家未必在鏡頭面前見到 但是我想說 MyRadio是很需要大家的支持的 沒錯 現在每個節目的月費 只需要六十八個九 你的小小支持 做成我們很大的推動力 從而令我們做得更好 請大家記得繳交節目月費 用行動撐你們的深水節目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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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